拜了修杰凯多年,王思平闪架牙医男友嗨喊,我是李太太热 32岁女星王思平曾演出《钟无厌》,莫菲,这就是爱情,春美等戏剧,近年将事业重心转往中国,鲜少在台湾的荧光幕前看到她的身影 去年9月,她被周刊直级新恋情,对象是一名牙医诊所的主治医生李世伟,两人爱得低调,但不止一次被媒体捕捉到恩爱身影,稍早她无预警在脸书宣布闪婚,开心直呼,我是李太太惹波浪浮 出道13年的王思平,最知名代表作就是和修杰凯的那段情,小两口音拍电影结缘,低调交往三年多,一直到南方某次受访时松口表示单身,分手消息才因此曝光 接着王思平陆续爆出和上亿邪业小开与另一名圈外男子热恋,但都无疾而终,后来才认识现任牙医男友,两人爱得低调,几乎没有公开Po过铜框闪照,但翻看王思平的社群平台,却经常出现男友视角恩爱画面藏不住 稍早,王思平在脸书晒出一张捧着花束,而男友拿着戒指单膝跪地求婚的照片,写下 是的,缘分来了就是那么的奇妙,遇到对的人什么都对了,你们好,我是李太太惹波浪浮 开心宣布闪婚消息,据联合报报道,王思平在农历年后就和牙医男友登记结婚,小两口也已经拍好婚纱照 消息曝光后,网友也纷纷献上祝福,太开心啦,恭喜思平,祝福我的女神要一直都很幸福快乐哟,恭喜美丽新娘,真爱终于来临,哇,恭喜,一定要幸福哦 感谢观看